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第一时间下车 但双方才讲了30秒 肇事者居然就跑了 受害女驾驶指控 对方连联络方式都没留 随即消失的无影无踪 随即以接送小孩子为由 就匆忙离去 建议民众要操车的时候 一定要从左侧操车 丢下一句赶着接小孩 头也不回 开了就走 这也算赵逃 事个不到三小时被警方通知到案 除了依法开罚 还得掉扣驾照 会不当初 三连新闻 陈正栋 陈一杰 台中报导